現在美國的智庫 這個叫美國企業研究所 最新發了一本 它是一本書 裡面有一篇文章 就講說 會不會台海的作戰 假設真的爆發戰爭 不是像現在拜登政府 所預料的會速戰速決 而是打一場長久的戰爭 所以這個智庫說 會不會拜登政府 對於中國反台的戰爭 做了錯誤的準備 是嗎 正好 對 這是美國企業研究會 是個非常非常重要的智庫 它寫一篇書 它的內容叫做 它的書名叫做保衛台灣 很有趣 這本書整本都在談說 如何來保衛台灣 那這個時候 在討論保衛台灣的時候 那是戰術的部分 那會有個戰略大前提 到底台海戰爭一打下來 是打閃電戰 還是打持久戰 這是大前提 現在這本書竟然揭露了 美國華府或是白宮 針對台海戰爭的評估 竟然是閃電戰 它認為幾天內就會決定 那這是白宮的評估 那這本書說 我認為這本書 這本書說 我認為白宮的評估是錯誤的 對 為什麼呢 先講閃電戰的狀況 就說白宮的評估方式是 中國也希望閃電戰 美國也希望閃電戰 什麼意思 因為台灣這邊第一島鏈 如果打仗的話 對於世界的經濟的影響 何止是烏克蘭的五倍 十倍 甚至是二十倍 對 因為你今天制裁俄羅斯 俄羅斯的GDP 不過就是一個 中國一個省份的GDP 你光是制裁俄羅斯 都對世界造成那麼大的影響 可是你到時候如果制裁中國的話 全世界製造業都要垮掉 對不對 對於台灣來說 或是對於美國來說 也是我們半導體重鎮 一打打 不要說打一百三十幾天 你打個十三天 全世界經濟就斷煉了 對不對 所以他原本白宮跟中國都想說 那不然我們潛藏極致 先打看看 有就有 沒有就大家就退兵 是水溫好了 可是這一本書寫得很清楚 他說 但是只要一打仗 中國就沒有退的可能 為什麼沒有退的可能 因為如果一退的話 習近平會被抄家 習近平在中國的 整個權勢會崩盤 所以他講 如果中國沒有退的可能 那回過頭來說 美國有沒有退的可能 美國也沒有退的可能 美國如果一退的話 整個美國在亞洲 第一島鏈的軍事同盟 全部解體 所以他就問了一個大哉問 他說如果中國不能退 美國也不能退 那這場戰爭 怎麼可能會是閃電戰 對不對 我覺得他的結論是很有道理 那好 如果這場戰爭不是閃電戰 是持久戰的話 美國對於台灣的軍事佈局 跟軍售要不要改變 要吧對不對 因為狀況是這樣子 美國國務院曾經是有 在今年三月的時候是公開講 他不會再支持 台灣除了不對稱戰爭以外的軍售 就是我們剛剛聊的 就是反潛直升機 對 不賣給台灣 因為他認為那個不是不對稱戰爭 需要的武器 對你可能買帕拉丁 你可能買MXXX 你可能買標槍 你可能買刺針 可是很合理 聽起來很合理對不對 可是如果這樣戰爭 從有限戰爭變成無限戰爭 比較有概念 有限戰爭就是只局限在台灣海峽 可是如果變無限戰爭 變成是西南空域進入 南海也進來了 然後日本這邊也進入 那這個時候 台灣需不需要有 為台灣本島以外戰爭 做準備的武器 這件事情是大災問 拜登其實有回答 他說 沒事 你反潛這種事情 我們美國人幫你做 他真的有這樣講 他說 他說他的原文是說 美國海軍會滿足台灣 這些防衛的需求 確保資源被充分利用 他的美軍的邏輯是這樣 你台灣就顧好台灣本島 那西南的部分 我們美軍幫你搞 那北邊的部分 日本幫你搞 可是我就問一個 更大的大災問 如果美軍落跑怎麼辦 如果日本沒有加入怎麼辦 對不對 我覺得這件事很現實的 所以在台灣建局的立場 我們一定希望都要 制住後人住 這是重點 那你美軍要承諾 先台美防禦協議 白紙黑字寫下來 對 白紙黑字寫下來 然後在台灣駐軍 你駐軍左營軍港 我沒意見 我們就躺平 我們國軍就什麼都不買 隨便你 就跟日本一樣 我每年付軍費給你美軍 可是美軍不可能坐到這邊 所以有一個人看不下去 就是右邊這個 美台商會的會長 他叫韓盧伯 他雖然是美國人 可是因為在台灣賺錢 對不對 所以他寫文章 常常都是以台灣角度來出發 他特別在美台商會 21號就最近的日子 前天 寫一篇文章說 美國目前的軍售 只聚焦在D-Day 就是攻擊日的那一天 但是基於整體的大情勢 就是大規模戰爭 都沒有去考量 所以這個韓盧伯 其實坦白講 我覺得這是在幫台灣講話 所以我覺得現在是一個很關鍵的狀況 韓盧伯說 那你拜登就要清楚承諾 我講到這邊 大家就懂了吧 你如果要求台灣的軍售 就是說 不要買不對稱戰爭以外的武器 表示叫我們至少沒錢學 對不對 其他地方你老美會搞定 日本會搞定嗎 那你要清楚承諾 那你如果沒有清楚承諾的話 基於台灣又算是有點錢的國家 我們難道不會想要買一些這個 西南空域的包含這個反潛的 包含更進一步的戰鬥機 或是包含幫瑜伽軍原貌 買A1A1坦克 這瑜伽軍一輩子的貌 就希望能夠開到A1A1坦克 買都買 但是一樣的說法確實是 我當然可以理解美國大框架是這樣 就是說大家資源有限 我們來搞個區域聯防 你台灣負責什麼 我日本負責什麼 美國負責什麼 韓國負責什麼 這是很合理的狀況 可是我們或是說現在國防部擔心的事情是 你講得很好聽 我怎麼知道你最後會不會落跑 所以這些事情 我覺得是現在大家要去思考的 也是美國如果要台灣 照你開的菜單來下定武器的話 那你跟台灣應該要有更具體的承諾 余將軍補充 就是如果說 其實美國現在作虛它沒有問題 因為我們整個台北方防疫作戰 作戰的需求還是我們自己做 不會有美國人來做 作戰需求既然它審過沒有問題 我覺得第二步經費的問題 可以做一些調整 我可能不要買12架 我先買3架4架 為什麼要這樣講呢 因為拜登的想法是說 真的打起仗來對不對 我會跟烏克蘭一樣 我會支援你這些東西 可是我要有人會飛啊 我要有人會用啊 所以說我還是要先有 我的種子 我的部隊訓練要維持 因為最珍貴的人其實是飛行員跟操作者 那你等到真的開始訓練 我都給你 給你我不會啊 我沒有種子訓練 我不能叫你 你也不會來幫我飛嘛 所以我覺得可以減量 可以減量 再不行的話 我覺得其實我相信國防部有預備方案 它絕對不會讓我買來的軍艦 軍艦他們沒有反潛機 這是艦不成艦 這個軍艦艦隊就不成艦隊 它一定要有 所以說美國說不需要 那是外航化 我覺得當然需要 當然需要 因為這一週 台灣跟美國有高層的國安對話 不知道會不會把這個軍售 再拿來檯面上來談 宇章軍的建議不錯 可能不要買那麼多 我們從少量開始買 種子機 種子駕駛員先開始 只是剛剛浩浩講的這一連串 包括可能戰略思維或軍購的改變 現在不只有一個人提出這個想法 一連串都有 而且還是美國國防部的前部長 這個部長大家應該知道吧 馬克艾斯培他是川普時期的前國防部長 他最近就公開講 他在一個論壇裡面講 他說是不是美國 該宣布一中一台的時候到了 他覺得不應該在戰略模糊 整個遊戲的規則已經改變了 而且一中政策必須要重新解釋 還有另外一個是 美國國防部的也是部長辦公室裡面 中國科表示對中國的研究很透徹 一個前科長叫包四可 他也直接講 這個什麼公報應該直接作廢 美國直接把中美三聯合公報作廢 呼籲華府直接宣布一中一台 說法是一樣的 政策而且恢復美軍駐台 當然我們要思考 這可能是因為他是川普政府的 可能有一些政治目的 你要罵拜登政府對於這個 包括台灣的策略 有一些錯誤 這個可以脈絡可學 因為川普 前總統這幾天也開始講嘛 他說 他覺得拜登真的不行 所以他一定要出來選2024 什麼都不能阻止我 原因是因為拜登把世界帶向了世界大戰的可能 請教處理委員 包括剛剛正好講 現在美國萬一日本都不來 那台灣怎麼辦 我想其實應該這樣講啦 首先我們前面剛剛特別讓我 可以講到芬蘭這個國家 那麼最重要是我們自己要先自立自強 那麼同時我覺得台灣是在一個 整個大國際的氛圍當中 所以我們也不用妄自菲薄 在講到這個所謂一中一台的政策之前 我想過去其實包括我們自己台灣內部 都還在釐清 我到底是要統一啦 還是我要獨立啦 但是現在我相信多數的台灣人都知道 我們自己就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要去那個跟中國統一的那個 已經比例是越來越少 甚至於我看到前一陣子的這個 好像已經不到一成吧 就是好 所以說在這個部分我們自己釐清之後 我們才會慢慢的去講說 國際社會怎麼看我們 因為我們自己在台灣 如果我們常常就還在這邊 跟人家搞曖昧的時候 人家會覺得說 我到底要不要挺你 我到底要不要讓你自己自立自強 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 或是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 那麼我覺得也就是這一陣子 讓世界看到台灣其實是要掌握自己 而且我們本來就是一個實質 在整個政治狀況是獨立的 所以也開始出現了 美國的一些官員們會講說 一中政策那就是一中 因為你就是中國嘛 我們台灣也沒有要搶你們中國 但是我們是台灣 所以這樣的聲音慢慢的也被國際了解了 我特別為什麼會講這個做前提 是因為我們最近接待非常非常多的 這些國際的友邦 不論跟我們有沒有實質的外交關係的 包括像前一陣子來台灣的 法國的國會議員 斯洛伐克的國會議員 或是捷克的議員 他們每次跟我們做交流的時候 最想問的就是說 所以你們認知黨 你們就覺得你們自己是你們自己嗎 你們自己就是台灣嗎 所以中國跟你們沒有關係對不對 雖然他們已經很清楚 但他們總是想要問這句話 我覺得他們應該去問國民黨 看國民黨到底怎麼回答他們的 對我想下次我應該 國民進黨根本就是不用問啊 國民黨如果講了這話 就會跟我跟鄭浩一樣 他就會被開除嗎 但是他們人就會越來越少 好 所以我想講的是 那對於美國來講呢 我想有一本書叫天下大亂 雖然說這是梁文杰 台北新議員翻譯的 但是他真正的主要寫的人 是美國的華盛頓郵報的一位資深記者 叫做喬許 那Josh他在這個 寫的這本書的過程當中 就是特別講到 其實在川普時代的時候 他其實原本只是一個生意人 他呢只是要利用他自己的這個整個過程 然後來跟中國就是把過去的貿易不對等拿回來 可是在這過程當中呢 就會發現原來中國在從過去只是 他們在貿易上的這個所謂的假想敵 事實上已經成為全球的敵人之後 那麼美國在從川普這一任 從智庫到國會到其他的官員 事實上現在都發現 中國已經不是他們的假想敵 是真正的敵人 過去他們跟中國是想要交往 但現在跟中國是要對戰 所以我講到這裡 我想要強調的是 國際政治是不斷的在做變化 而每一個人都是為了自己的國家 對於美國他們已經調整了 過去他們認為最大威脅是俄羅斯 但現在最大威脅是中國 所以不論如何他們正在這個角度 跟這個立場上 不論說他今天是換誰來做執政 不論是川普政府或是拜登政府 又或者是說 川普現在為了自己想選舉 讓他的前官員出來講話 但是這些話都必須是 站在美國的利益上面 他們選民才會買單 而我們現在就是 剛好在這個大世紀的洪流上面 台灣就是有它的重要地位 這個我覺得其實是要 讓大家理解的